原能会主委话还没说完 访问直接被国民党立委打断 拿着手板一一点名 当年民进党反核的立委 非党家园 非党家园 自杀而光 自杀而光 当年你为什么撕毁报告书 为什么从教委委员会 打到经济委员会去 你们出来说的吧 当时来撕的人 正立军部长啊 田秋吉监察委员啊 15号立法院教委委员会 进行核二长二号机再运转报告 在野党立委质疑 二号机已经暂停运转600天 再加上安全疑虑 为何一定要再运转 真正原因是什么 有需要被1%的这个电 就搞成这个样子吗 有需要如此吗 除非 除非你的电真正不够用 最近因为整个经济成长 以及呢 所以需要用电嘛 气候的一个温度 这样的一个用电的成长的需求之下 那我们也希望呢 能够多一些被转的容量 尽管在野党不断揶揄 民进党的非核家园政策跳票 台电仍重申 2025年非核家园的目标 不会改变 确认符合载运转安全的条件 核二厂二号机载运转申请是核能机组炸修后的正常程序 核二厂二号机将在112年3月如期戒零除雨 不管是否载运转都不会影响2025年的非核家园政策 圆能会强调核二厂二号机审查确认符合载转要求 未来可以增加3%的被转容量率 目前程序虽然已经完备 但预估最快下周才会同意 让台电进行载转作业 约续新闻喜故底弗鲁碗地方院采访报导